欢迎收听《意识挟军》第466回 这若说一支八级选手 在世俗当中的或者可以说是罕见的 但是又如何入得了三大圣者的法眼之中 以这三位的实力而论 几乎可以说一根手指头就能把它碾死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如何引起了三大圣者的惊讶 最关键的地方却在意 小白贝乃是一头七级的铁衣豹 而有时以来铁衣豹终身的最终端成就 也就只是七级巅峰为极限了 但是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小白贝还是右手 却时到时的八级巅峰未接 这他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呀 而且这只小白贝的年龄呢 绝对不会超过一年 而且他们还看得出来 这只铁衣豹之所以如此的异常 是因为呢 有人用造化通天的手段 硬生生的为他发毛洗髓 然后更为其顾本培缘 几乎是除了皮毛之外 身体内的所有的东西都被置换掉的 这才会有了这等逆天式的变化 这只小白贝虽然仍是铁衣豹的外形 但根骨呢却已经变成了九级巡兽的根骨 甚至于还要更高 因为九级根骨本已经是玄兽的根骨的极限了 而这只小白贝就已经明显的超过了这个极限了 那么伏定之下 有谁能做出这种神力呢 三个人同时对望了一眼 他们都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九优十四少啊 环顾当今之事 或者也就只有九优十四少有这等的本领 让这个小白贝如此的让三大胜者惊讶了 其实啊 这些安排是君老爷子在君墨节等人走了之后 专门针对高手的谜局 起码到现在看来这个局很成功 随后一行四个人默默无语走进了君家的大厅 君府大总管老庞眼下在大厅里专门等候 彬彬有礼的跟着四个人呢让了进去 然后礼貌的为着四个人泡茶 殷勤招待 本来依照三大胜者明面的随从身份默说茶了 连座位也是不该有的 不过老庞仍然呢为着三个人安排了座位 刺激一下自然可以 可是再三再四的刺激 那就是挑衅 庞管家 不知道君老元帅可在吗 悠然此次拜访君府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要拜望一下老元帅啊 李悠然呢温文尔雅的笑着 坐得端端正正 端起了茶杯 一边细细的吹着茶沫 一边有意无意的问道 李公子啊 我家老爷原乡陛下辞起了天乡兵马元帅的职位 眼下乃是父贤在家 可是不敢再当元帅这个称呼了 今天老庞也打扮得相当的正式 尤其那被低弹青打得油光发亮的大背头啊 别有一种现在法国绅士的优雅的感觉 哦 原来君老爷子现在已经是无关一身轻了 好事啊 如此愧迫事情 急流勇退 果然是英雄本色呀 呃 刚才也说到了 悠然此次前来 目的一呢 是想要拜望一下老爷子 不知道 旁管家可否给通报一声啊 啊 既然如此 先公子稍等 说完老庞呢 急匆匆的 迈着猫布扭着屁股出去了 老庞前脚一出去 一位圣者已经忍不住 将手里边的茶杯捏成了鸡粉 一脸的想要呕吐 或者是便秘到了极点的感觉呀 李悠然 这家伙到底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呀 先前虽多少有些娘娘亲儿 老夫还能勉强忍受 你看这最后 哎 妖孽出没之地 果然 进阶是妖啊 李悠然也很有一些恶然啊 他不觉得 这管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后听传来了脚步声 沉稳有力 只听到这脚步声 就知道这脚步声的主人 是如何的居傲和坚持 李悠然弄人脸色一素 端正的做好 君家的动静 唯有君战天 才是真正知根知底儿的人呢 只需要呢 好好地观察君战天的表情 必然就能够看出 很多真实的东西来 甚至有些重要的事情 也不必亲眼所见 只需要眼睛一扫相关的人 一见就可洞察秋毫 终于君老爷子迈着沉着有力的步伐 进入到了大厅之中 睿智的眼睛沉稳地望了一眼 李悠然 啊 原来是你啊 你爷爷可还好吗 听说你最近不是离开了天乡 寻师求学去了吗 收获想必不小吧 啊 你爷爷礼尚也很高兴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吧 李悠然呢 微微低头 攻了攻身 承蒙君老大人挂念 悠然出门之后才知道 在家千帮好 出门一策难啊 终究还是舍不得家里 便又回来了 君战天哈哈一笑 什么收获不收获的 年轻人总有大把的时间 可攻历练 这三位是 李悠然急忙说 这三个人都是我的随从 老爷子勿要笑话 悠然最要紧一时 确实是惯得坏了 这每次出门吧 若不带上几个随从 倒觉得不大得劲 庞总管太过客气 吃了座 上了茶 实在是 悠然施了礼数啊 三位圣者 眼下却一步到了 李悠然身后站立 人人呢 都是一副平凡人的样子 连眼睛也很有一些 浑浊的意思 悠然公子 能够有这么三位随从 他真是三生有幸啊 刚才他的神色 虽然一动不动 但耳朵呢 却是微微的跳动了一下 历时三个人就想到 竟然另有高人呢 为君战天使 密语传音了 想必呢 是说出了我们三个人的身份实力 一想到这儿 三个人开始神识搜索 但是一圈之后却惊骇的发现 周围呢 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神识波动 更没有半点的灵气异常 君老爷子 呵呵一笑 好了 既然已经到了我君家 便是我们的客人 我君战天 现在也不是什么元帅公爵 三位不必客气 来 请坐下说话 老鹏啊 贵客临门 怎么能让贵客都站着说话呢 你这个管家是怎么当的呀 行了下去吧 这里啊不用你伺候了 老鹏唯唯诺诺 全无辩解 连声认错 接着呢 转身就走了出去 三位啊 远道而来辛苦了 君家招待不周 却是老夫失礼 来 请上座 三位圣额看着君战天 突兀的笑了笑 然后各自安然落座 果然是高人哪 三人尽都知道自己的行迹呢 已经被暗中的高人看了出来 索性 也就不再掩饰了 落落大方的显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顿时 一派高手风范流露无遗 这君老爷子真不愧是老狐狸啊 只在不动声色之间 便让这三大圣者自己露出了马脚 不过呢 这其中啊 也有三位胜着心中先入为主的因素 自觉君家 内中引有一位惊天动地的高人存在 李悠然几乎要跳脚了 这三个人啊 也太好虎了吧 你们可是圣者呀 当时的强劫存在 怎么别人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你们就自己跳出来暴露了 胭脂金战天不是试探呢 我君家多少年来 当时少有如此高手前来驻足啊 如今 一下子来了三位 真是蓬毙生辉啊 来 我们来喝茶 这茶乃产自寒吉之地 鹰雾之巅呐 此茶便是传闻中的风雪佳人九九朝 哦 此茶竟然如此的名贵 其中一位圣者惊讶地挑了挑眉毛 他缓缓地端起轻轻一饮啊 如此好茶 真是极品啊 君战天旅员大笑 这呀 是我那孙子去墨鞋 费了许多辛苦弄来孝敬我的 平常珍藏于贵重 连老夫也舍不得喝呀 如今 这三位贵客前来 却应该拿这样的茶水招待呀 其实说到失礼 老夫当真是失礼至极 这么久了 还未请教三位贵客的尊姓大名啊 啊 无妨 老朽 迟天风 这位是败帝萨清流 那是三帝崔长河 迟天风悠然笑着 君家主 未知 在君家那位盖世高人 我等可有缘一见 否啊 这既然已经被对方啊 溃破了行踪了 不如开门见山 直接求见 若是见势不妙 拔腿便跑 若这高人 万幸不是那九幽十四少呢 以其人的神通造化手段 无论神意丹药 拎着 选手脱胎换骨的造化手段 若是最终 能一团和气 引之为助力 那本城的实力 及时暴增 三个人 虽明知这个想法 极为的渺茫啊 但是呢 还是说出了口 哎呀 三位贵客 可真是爱开玩笑 我们这军枪啊 小门小户的 哪有什么盖世高人呢 三位如此说法 真是让我军战天 汗颜无地哦 军战天诚恳的说 言辞恳切 三位胜者性色的对望了一眼 算了 难道以我们三个人连美而来 还不够资格见到那个人吗 齿天风啊 呵呵一笑 手指轻轻的敲着桌 一字一字的说道 这柔和的话 一声在他说出之后 端坐的军战天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似乎明明白白的看到 这些话自己飞了出去 然后直上云霄 在半空中 轰然一个字一个字的 又乍响开来 齿天风的这句话呀 显然是超强功力 本来就是挑衅 如此功力在轻霞显露 等于呢 是名不武张胆的 赤裸裸的示威挑衅 相信案中的那个人 只要存在 就绝对没有不出来的道理了 果然呢 就在他这句 刚刚飞上天空的同时 三个人同时看到了 军战天的耳朵 又是轻微的抖动了一下 老夫刚刚好像听到 有人说还不是时候 不知道三位有没有听到啊 军战天的口气当中呢 有一丝的藐视的意思 这却让人人都看了出来 藐视 还不是时候 不是时候 那分明就是 看不起自己三个人 也就是说 自己三个人的力量 还没到 自己已经发出了挑衅 但是对方 孩子愧然不动 这事情 实在是太尴尬了呀 这若是换了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人 恐怕三个人都已经立即出手了 先将这里啊 闹个天翻地覆 看你出来不出来 但现在呢 却是在军家 面对的 却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 千年来第一位凶人 纪悠十四少 这个家伙的牙子必报 那可是出了名呢 一旦真的将他惹怒了 后果如何 那是谁也不敢想的呀 当年三大圣地 缥缈胜负和天伐森林 五家联手 合共呢 出动了数十位圣者 三位圣王带队 临时轨迹 后下战书 正面决战 才终于一次性的击溃了他 领导他重伤逃逸 最后在天伐森林 将他彻底的封印了 那一战的损失呢 可谓是空前的巨大呀 而最让众人惭愧的是 那一战胜利 貌似还是侥幸 因为九游十四少的狂傲 才能让三生一兄 连同飘渺换腹 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否则的话 还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位九游十四少啊 当年居然狂傲到了 以一个人的力量 独占三生一兄 外加飘渺换腹的程度 发生大战的战区 乃是在远离人间的一片重山峻岭之中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打下来别都不说吧 这方圆千里所有的小山 直接的全部当平了 就连外界那高入云霄的大山山头 也未生生的削了一半 虽然说九游十四少最终啊 仍因不敌而选择逃走 但那却是在他重伤 几乎垂死的情况之下 无奈的做出了选择 实力大损的他居然还能生生的杀出了重围 事实证明一点呢 只要九游十四少想走 那么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拦得住他 好吧 君老爷子 既然那位前辈无暇见我等 我等自然不敢强求 只是呢 悠然此来 上另有一事相求啊 李悠然呢 眼珠一转 含笑说道 他虽然不是很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也猜得出来 看来啊 这三位圣者大人在无声无息之中已经吃了瘪 落入了绝对的下风之中 此时呢 李悠然当然要转接话题 这个单口再不转换话题 就真的无从继续了 怎么 难道说还要冷场吗 你能有什么事啊 君老爷子 对李悠然可就没有对三大圣者那么客气了 听说 林梦公主殿下 日前不慎受了刺伤 生命垂危 眼下正在君家养伤 悠然呢 想要前去探望一下 这毕竟也算是从小一起到大的朋友嘛 林梦公主又是身份尊宠 不看望一下 这也说不过气 君老 您说是不是啊 嗯 这话倒是有理啊 李公子要去探问 自然没有什么不可 只是 林梦公主现在仍处于昏迷不省 之中 李公子前去探望的时候 却勿要惊扰了他呀 君战天想了想就很干脆的答应了下来 若是连林梦也不让探望 那岂不是显得君家心虚到了极点 再说了 似乎那里呢 也安排的妥当了 啊 那如此 多谢君老 李悠然眼光一闪 恭敬的道谢 君战天哈哈一笑 换来了老庞 令他带着他们 前去看望林梦公主 徐天风三个人起身的时候 君战天站起来相送 音音话别 大有一不舍之意 不过 这三个人 却都已经觉得心中啊 故障至极 一个也不想多留 一行五人 向着君府内院行去 老庞夺着优雅的猫布在前面领路 突然 三人齐齐的惊觉啊 越往前走 这空气啊 越是有益 竟有一阵阵的温暖的 清亮的感觉 甚至于呢 还有一种隐隐的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三个人精神一阵 却是心中泛起了一阵嘀咕 不会吧 难道是要去那个人的地方 那不是 那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再往前气息越来越是清新疑人 三个人的脸色呀 也是越来越沉重了 三位圣者 心中这个时候都打开了鼓 如果真是去那个人的地方 那个人一怒之下 会有什么结果呢 一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义势携军第467回